哈喽 大家好 我是爱玩爱聊的隔壁老王 今天咱们谈一个社会心理学现象 叫达克效应 所谓达克效应 简单的说就是越是无知的人 越是对自己的无知一无所知 越是无知的人越容易产生自信 所以这个达克效应也可以说就是心理学家 从心理认知的层面理论的解释了为什么无知者会无畏 达克效应的全称是达宁克鲁格效应 简称为达克效应 是社会心理学所指的一种认知偏差 或者也可以叫认知偏见 因为社会心理学家经过心理学观测发现 无知的人对自己的无知往往一无所知 而且越是无知的人越会有一种虚幻的自我优越感 越容易高估自己 低估他人 错误的认为自己比真实的情况要更加优秀 错误的认为事实上比自己优秀很多的人 好像和自己也差不太多 其实这就是我们大家通常所说的 所谓没有自知之明 自我感觉良好 无知者无畏 或者说是对自己几斤几两心里没个数的人 在大多数人的生活经验里 这种人和这种事应该都不少见 但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两位社会心理学家 对人的这种认知偏差进行了一个学术观察 并进行了一个学术性的描述 使其成为了一个社会心理学效应 这两位社会心理学家 一位名叫大卫达宁 一位名叫贾斯汀克鲁格 所以这个效应就被称为达宁克鲁格效应 简称达克效应 如果不采用音译而使用异议的话 其实也可以翻译成一种叫无知者无畏效应 达宁和克鲁格认为 人的这种对自我认知的偏差 它属于一种原认知上的缺陷 所谓原认知是对英文metacognition的翻译 也有的被翻译成为叫后设认知 简而言之 就是对认知的认知 比如人在学习时会对学习的内容进行思考 记忆 感知 这就是一种认知行为 但是人在学习时不仅会对学习的内容认知 同时也会对自身的认知行为本身进行积极的天空和调节 所以人的这种对自身的记忆 思维 感知本身的再记忆 再思维和再感知 就是原认知 就是对认知的再认知 或者我们也可以简单的理解为 学习是一种认知行为 那么思考如何学习就属于原认知 或者说学习是认知 那么总结分析学习方法就属于原认知 而人的对自我认知的偏差 就是因为在原认知上有缺陷造成的 达尼科鲁格认为 人们对自身在某个领域能力的错误判断 它的根源也来自他们对于该领域评判标准的无知 也就是说人们是因为无知 才导致了自己对自己能力的错误估计 而能力不足的人往往并不会认识到自身的不足 因为知识的贫乏 使他们缺乏认知到自己不足的能力 因此尽管他们不断犯错 却依然会认为自己相当能干 尽管他们不断的在想当然的胡说 但依然会认为自己很有见底 这就是因为能力差者不够格认识到自己的不足 比如1973年中国数学家陈景润发表了一个陈世定理 在证明哥德巴赫猜想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因为徐迟的报告文学 陈景润的故事在中国变得家喻户晓 结果中科院数学所每天能收到一把袋 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学爱好者的来信 他们声称他们比陈景润更有能力 因为他们事实上已经完全解决了哥德巴赫猜想 而不仅仅是有所突破 最后数学所不得不通过媒体呼吁 呼吁数学爱好者们不要再寄论文给数学所了 因为以爱好者们的学术背景 不可能真的正比哥德巴赫猜想 都是想当然的幸好开河 而与此相反的是 越是才能非常出众的人 反而往往越会低估自己的能力 他们会错误的假定 他们自己能够胜任的工作 别人应该也可以胜任 也就是说大多数人都会错误的认为 别人和自己差不多 但是能力不足者是因为对知识的无知 高估了自己 所以会虚幻的认为自己和那些优秀的人 其实差不多 而才能出众者则是因为对他人的错误认知 低估了自己 所以也会错误的认为 那些其实能力不足的人 好像也并没有比自己差太多 当然也有一些人是始终认为自己非常优秀 非常与众不同 是极其特殊的极少数人 这属于是一种自我迷恋 或者自我崇拜的人格障碍 这是一种精神疾病 与社会心理现象无关 达尼和克鲁格在1999年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 他们的论文题目就叫 论无法正确认识能力不足 如何导致过高自我评价 他们的观点也可以简单的概括为 第一 能力越差者越容易高估自己的水准 低估真正有能力的人 而能力越强者 反而越容易低估自己的能力 而高估能力差的人 第二 能力差者的高估自我的认知偏见 来自对于知识的无知 而能力强者的低估自我的认知偏见 来自于对无知者的无知的无知 第三 不管是能力差者还是能力强者 只要能够意识到认知偏见的存在 就有可能获得最大限度的认知修正 避免落入认知陷阱 但对于无法认识到认知偏见的人 事实上就无法避免落入认知陷阱 2000年幽默诺贝尔奖将心理学奖 颁给了达宁和克鲁格 以表彰他们对人的虚幻优越感的心理研究 颁奖词说的是 是为了表彰他们对觉察不到自己无能的人 往往容易变得自大的研究 这个所谓的幽默诺贝尔奖 也叫搞笑诺贝尔奖 是做诺贝尔奖的一个戏法 他授予那些乍一看好笑 然后又能引起深思的科学领域的十大成就 这是由美国数学家马克亚伯拉罕斯 于1991年创立的 他每年9月在哈佛大学的桑德斯剧场举行 获奖者会在麻省理工进行公开演讲 这个奖的评审委员中也有一些是真正的诺贝尔获奖作 也可以说正是因为这个幽默诺贝尔奖让达宁和克鲁格 他们这个很少被大众所知的认知偏差研究 进入了大众视野 也让人们的生活经验 在心理认知层面找到了某种理论支持 所以为什么越无知者越无畏 因为达克孝颖发现 越无知者越容易产生自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